第八百六十一集 佛子寄绝 玉川公子毕恭毕敬 躬身势力一动不动 纪菩提低头瞥他一眼 你在发抖 玉川公子说道 啊 据于佛威不得不懂 你很会说话 当年你祖上来这里见过我 他姓白 明仙舞 在此地抄露诸佛封印 很是认真 其人才华横溢 非同凡响 子言给他一时日 可以助我破开诸佛封印 我当年以为 他只是夸下海口 没想到 他竟真的可以破解诸佛封印 白仙舞此人 必成一代天骄 加速已成仙界帝君 纪菩提不以为意 贤解帝君太小了 他还可以进一步成为至尊 只是他缺少机会 他这次释放我便是要制作机会 只是想利用我 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他的代价是什么 祖上已经命太史大世界的各大圣地宗派撤离此劫 从今往后 佛祖便是太史大世界的主宰 纪菩提轻轻点头 省得我亲自铲除他们 你家祖上很是懂事 也很舍得 将一个大世界让出来 我家祖上还有一些事情 想请福祖帮忙 我家祖上有一个宿敌 叫许应的 许应 这不叫帮忙 这叫报仇 许应暗算我 我自会寻他报仇 他抬手 虚虚抓去 但见半山妖畜的大雷音似 冉冉升起飘向这里 纪菩提说道 帝君需要我 我同样也需要他 许应这件事 我会办得妥当 玉川公子心中大喜 纪菩提入驻大雷音寺 将佛像通通一扫而空 忽然心有所觉 冷笑道 你们还想回来 这尊古佛身后突然现出巨大无比的元神 身禅锁链 足塔夜火 那元神如须弥山一般高大 抬起手掌 向着须弥山轰然斩下 断 玉川公子额头冷汗滚滚 眼看那无上元神便要将须弥山劈开 大雷音寺也要化作积焚 然而那只手掌却仿佛砍在空处 没有掀起任何动静 玉川公子惊魂未定 只听祭菩提自言自语 主佛 你们远离此界 居然还在大雷音寺上 寄上一道因果 莫非你们要顺着这道因果 返回此界 玉川公子闻言连忙说道 佛祖 这是否便是大雷音寺闹鬼的原因 应该如此 不过 我已经将这道因果斩断 就算是大罗神仙 也无法寻回此地 玉川公子惊疑不定 询问 佛祖 你说诸佛要顺着因果返回此地 难道诸佛没有入面 难道他们还活着 祭菩提痴疑一下摇了摇头 如今因果已断 就算诸佛都还活着 也再也回不来了 地磁洪流中 徐映顺着地磁洪流 终于来到营州 就在他即将踏上营州土地之时 突然黑暗袭来 他再度张开眼睛 只见自己又仿佛身处在黑暗时空中 那个年轻僧人 又出现了 徐映精神大振 大林寺的道友 我已经祭练好佛祖佛诸 今日可以将你搭救出来了 然而 那黑暗中的年轻僧人 却听不到他的话 黑暗中看似很近 但是实则很远 那年轻僧人仿佛凝固在时空中 一动不动 忽然 那年轻僧人身形飞速向后跌落 竟似要跌回黑暗深处 徐映也察觉到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仿佛自己身上的一道什么丝险突然断去 让他与这个年轻僧人的缘分就此终结 有一股莫名的力量 在干涉我与大雷音寺的因果 不过我也是你所能干涉得了的 徐映想到这里 一手抓住佛祖佛诸 不由分说将那佛诸记起 这位大雷音寺道友 无人度你 我来度你 哗来一声 那串佛诸在他催动下 顿时变得无比庞大 粒粒佛诸飘荡 如同一颗颗硕大无比的星球 延伸到黑暗时空之中 佛诸飘荡 很快来到徐映的极限 但离那年轻僧人 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那年轻僧人还在不断坠落之中 这段距离在不断拉大 徐映抱贺一声 身后五大仙界洞天 全部开启 五月仙山 水火混天顶 和十二重楼等五大仲宝 化作五个境界 挂在他的身后 徐映原神浮现 布下三千天道符文 化作天道道场 天道之力加持脚步一挫 五仙之欲开启 与道场相容 他以造化之气重练肉身 在此刻发挥出非凡一面 容纳更为强大的元气神石 将那串佛诸 催动到极致 佛诸之中 甚至传来佛祖的诵念 隐约有诸佛的佛音 这串佛诸继续剧烈动荡 不断变大 不断延伸 飞速向那年轻僧人而去 那年轻僧人正在坠落之中 突然如同尘埃 被巨型星辰般的佛诸捕获 坠入佛诸表面 那年轻僧人惊异不定 阿尔畔传来阵阵诸佛诵念 突然天旋地转 他向外看去 只能看到一片黑暗 但是他却能感觉到 自己在与这硕大无比的佛诸 在时空中急速穿梭 难道是佛祖保佑 他刚想到这里 突然眼前有光亮传来 下一刻佛诸带着他从黑暗时空中逃出 第862集 佛子寄绝 呼的一声 108颗佛诸如同巨大无比的星辰 从黑暗之中陡然出现 飘荡在黄庭彼岸和盈州所在的虚空之中 那串佛诸荡来荡去 尝不知急许 那年轻僧人心中震惊莫名 穷极目力向外看去 隐约看到一片灰红的仙界大路旁边 一个少年漂浮在空中 手中抓着佛诸的另一端 那少年突然用力抖动 年轻僧人只见自己所在的佛诸星辰 突然飞速缩小 取应用力拉回佛诸 食材还庞大如星辰的佛诸 飞回他的身边 请客间便恢复原来大小 佛诸哗啦啦的旋转抖动 那年轻僧人从佛诸中间坠落 落地化作常人体魄 是个眉清目秀的姿衣僧人 几副白皙 佛诸失去了徐应的法力加持 哗啦啦落下 如同寻常珠子一般 没有半点特异之处 那僧人急忙攻身 小僧记决 多谢前辈搭救 咱们年纪差不多 怎么我就是前辈了 我叫徐应 你可以叫我阿应 记决 你从哪里来 为何要告诉我远离彼岸 我从须弥山中来 是佛祖弟子 诸佛深入彼岸 阻止大灾发生 佛祖临行前吩咐我 一定要告诫世人 逃离彼岸 彼岸中有什么 为何逃离彼岸 还有 佛祖说的彼岸 是什么地方 是这里吗 解决佛子一脸茫然 徐应继续追问 你在那里 有没有见过盗祖虚皇呢 他已救苦天尊呢 你还见过谁 佛祖是否告诉过你 古老时代覆灭的真相 他们为何要去寻找彼岸 解决佛子怯生生的 阿英施主 我刚来 佛祖他们为何不回来 是找不到回来的路吗 徐应自顾的询问 那你为何能够回来 你是怎么跳入黑暗时空的 黑暗时空又是什么 你怎么会凝固在其中 其他人怎么回不来 你倘若能回来 其他人如盗祖佛祖等人回来 自然更加容易 他们为何不回来 还有 他们的天地元神 为何感应不到他们 彼岸到底在何处 拒绝佛子瞪大眼睛看着他 徐应双目炯炯有神 盯着他露出期待之色 拒绝佛子脸色渐渐涨红 徐应的问题 比他这一辈子 问过的问题都多 一时间让他不知道 该如何是好 他念如道 我只见过佛祖和诸佛 没有见过其他人 小心 突然他横身挡在徐应身前 抱贺一声 无量精深 狂当一声 他周身佛光照耀 顷刻间变金光灿灿 坚硬无比 无数梵文围绕着他流转 形成一口大钟模样 一只先王尸身 从营州中扑来 抓向徐应 这尊狮王竟欲打算偷袭 不料却被冀绝佛子察觉 那狮王只找狠狠地 抓在梵文中壁上 将大钟抓破 下一刻便抓到 冀绝佛子身上 冀绝却纹丝不动 肌肤没有半点损伤 徐应健壮心中一惊 肉身这么巧 鬼道玉盘启动的时候 狮鬼仙狱中的 仙狮的大道 也被复原了一部分 让仙狮的实力大增 狮王虽然还是比不上生前 但是实力也接近先王 尤其是狮王的肉身 还是先王肉身 这一招竟然未能抓破 冀绝佛子的金身 可见 冀绝佛子的无量金身 是何其强大 他的无量金身 比先王之身还要强大 恐怕只有打开了 霓丸弓仙界洞天 夺仙界灵气灵力 炼就不死仙妖 再配合降弓心力仙妖 修炼到洞天八重天左右 我的肉身 才能与他的无量金身媲美 徐印献艳飞长 心中暗道 炒肚 冀绝佛子 大喝一声 身后万丈原神 陡然浮显 手持宝瓶 佛光大照 照耀在那尊狮王身上 那狮王惨叫连连 全身便冒出一个个脓包 血肉消融 冒着星丑难闻的青烟 顷刻间化作一滩浓水 徐印吓了一跳 这尊仙王尸身 竟然在短短两招 便被冀绝佛子炼成浓水 这等实力 未免太强横了 只是这门神通叫做超度 却直接把仙王尸身炼成浓水 突然冀绝佛子腾空而起 瞥见又有仙王尸身 向这边杀来 当即滋衣衣摆 向后甩去喝道 哼 普照 徐印看去 只见一团又一团的佛光 大小如烤老 密集如雨点 百师团百师团的往前涌去 顷刻间便发射出数万团佛光 将那尸王的道场连轰 带炸炸个通透 咻咻咻的 又是无数团佛光向前飞去 轰在那尊尸王身上 下一刻便将那尸王轰成碎渣 带到烟尘散去 徐印宁目看去 只看到那尸王剩下一双脚站在那里 寄绝佛子警觉的打量四周 突然身形鬼魅般一纵一闪 下一刻便来到数十里外 手掌向下一口 便压在一尊尸王的脑门上喝道 渡化 徐印登上迎舟 飞速赶过去 只见那尊尸王脑门冒着青烟 一身执念 顷刻间被炼得干干净净 身躯一软 倒在地上彻底死去 我佛慈悲 寄绝佛子环顾四周 此地恍若先进 却湿气如此之重 小僧只觉天地间隐隐有诗气 执念丛生 我原以为彼岸险恶 没想到 这人间也不遑多让 难怪佛祖让我学习降龙伏虎手段 四大 几 空 他一掌远远地轰去 徐印立刻看到远处一尊尸王 率领一种尸仙刚刚冒头 便纷纷地暴体而亡 徐印惊恶万分 哦 这个寄绝僧人 有点 有点暴力啊 善哉 善哉 寄绝佛子 单掌束在胸前 警觉地 大量四周 我 单为天下仙 肃清这人间的 湿气妖愤 秀总 看我超度了你 极乐净土 送你上路 第八百六十三集 归客迎周 徐印急忙追上前去 只见 寄绝佛子又除掉了另一批尸仙 极乐净土乃是极乐世界 这些尸仙的残魂残魄被他这一招击中 面带笑容 想来已经浑灯极乐 化作飞灰去了 地上到处都是尸体 寄绝站在这些尸体旁 为尸体送经 徐印虚心求教 杀掉他们 再为他们送经 有用吗 寄绝佛子摇头 没有用 待会让我心安 这年轻僧人的战力高绝 各种佛法运用 着实精湛 简直是失先失鬼的克星 徐印判断 他的招法神通 不仅对付尸仙鬼仙有效 对付活人恐怕也不在话下 得到佛祖和大雷音寺诸佛的传承 既觉想不强大都难 平南天君来到此地 是为了追杀得到至尊之宝 归到玉盘的宁卿 夺得此宝 他让麾下的一种先王先师 四下散开 搜寻宁卿下落 因此 营州群山到处都是先王先师 四下搜寻 翻找 既觉佛子也是因为认为天地间弥漫湿气 觉得此地比彼岸好不到哪里去 徐印登高远眺 这营州实在是辽阔 广大至极 处处仙山漂浮 或高或低 悬于天上锐气条条 霞光万道 类似于蓬莱那样的山巒 都不在少数 他仰头看去 只见仙界洞开 仙气仙光不断洒落 让这里简直与真正的仙界没什么两样 徐印有些迷茫 当年我怎么把营州从仙界弄下来的 此等仙境自成一界 远比蓬莱的自成一界高等 不知道我班山下界 此地是否还有仙人 他四万年蹉跎记忆都已经苏醒 尤其是得到帝君画卷之后 破解十六字封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只是第一式记忆的封印最深 他至今还未揭开 不过 当他故地重游 或者遇到某些记忆深刻的事情 还是会有第一式的记忆浮现 让他逐渐记起第一式的所作所为 解决佛子不打架的时候 还是文文静静 秀气俊朗 向徐印说道 阿英施主 你的问题 我很多无法回答 有些问题是佛祖也在寻找答案 我只能回答一些我所知道的 徐印收回目光询问 佛祖与诸佛离开此界 是去寻找别人的吗 计决佛子说 是 徐印露出期待之色 盼着他回答更多的内容 计决佛子乃然 像是个不善交流的大男孩 你还想知道什么 徐印痛心疾首教训他 我问你这个问题 你不能只回答是或者不是 你应该举一反三 处理旁通 你回答过是之后 便要接着说 佛祖为何要去寻找彼岸 佛祖和诸佛 为何不惜舍弃此界 也要去寻找彼岸 他们为何把整体迁徙 不留下任何道统 解决佛子结结巴巴 阿 阿应施主 你这明明不是一个问题 徐印摇了摇头 这是人情世故 你以前除了诸佛 便没有与其他人交流吗 解决佛子摇头 身上只有我一个凡人 我从未见过其他人 徐印正住 撇了撇 解决佛子疑惑 你是凡人 你未曾成佛 解决佛子点头 嗯 佛祖告诉我 天地大道已坏 现在已经不能成佛了 还是凡人就这么强 变态啊 徐印心中暗赞 你不用担心 我以前也不近人情 但是多亏我遇到七爷 此间事了 我带你去见七爷 七爷一定能把你调教的 和我一样 解决佛子露出期待之色 不由心持神网 恨不得立刻便飞过去 聆听七爷教诲 徐印的问题 他还是要回答 佛祖对你刚才的问题 提到的比较少 往往话语暗藏积风 只是 我问起诸佛时 药师佛曾告诉我 说他们离开本元宇宙 寻找彼岸 是因为一场席卷宇宙的大潮汐 徐印堕日时来了精神 三界潮汐 寄绝佛子不解 嗯 何谓三界潮汐 阴间阳间与仙界 相互牵引 相互接引 引起的时空异常 就叫三界潮汐 我的一个朋友名叫袁天刚 他算到三界潮汐将至 会有成仙的机会 袁天刚 以后我介绍给你认识 大潮汐 应该不是你所说的三界潮汐 大潮汐引发的结果 与你说的三界潮汐不像 要是佛说 当时因为大潮汐 所有神佛仙 都感觉到道果动摇 道场不稳 甚至出现了道窟现象 许应纳闷 道窟 是怎么个窟法啊 既绝对此一无所知 只能复速药师佛的话 道窟之后 天地大道出现腐朽 佛祖察觉到 在虚空之中可能存在着一个彼岸 距离这一见很近 因此引起了大潮汐 要是佛说 这场大潮汐 可能因此道涨道落 道涨道落 许应有些不解 既觉也不知道 道涨道落是什么 自顾自的负数 要是佛说 佛祖原本以为 已经寻到了不朽 没想到 不是真正的不朽 因此 决心前往彼岸 到了彼岸之后 他才发现 原来这里并非是真正的彼岸 或者说 并非他心中所想的那个彼岸 徐应整理了一下线索 大潮汐时 佛祖察觉到天地大道 受彼岸影响 发现自己并非真的不朽 于是率领诸佛 斩断须弥山山顶 飞升而入彼岸 去了之后 却发现彼岸 与他所想的并不一样 即便想回 也无法回来 佛祖所去的彼岸 与道祖所去的彼岸 是同一个地方吗 第八百六十四集 归刻营州 徐应询问 季觉 季觉说道 除了诸佛 我并未在那里见到其他人 徐应忍不住了 季觉 你有没有察觉到一个问题 你在彼岸 没有看到其他人 那么你是怎么来的 季觉呆住了 他有点迟疑 我 我应该是虚弥山上的人 虚弥山上只有诸佛 诸佛生出的你啊 显然不可能 山上又没有其他人 你是怎么来到山上的 季觉也无法回忆答他 他自从有记忆起 便已经在虚弥山上 经受佛祖和诸佛的教导 彼岸 有些古怪 除了诸佛之外 肯定还有他人 徐应刚想到这里 忽然寄绝 又沙江出去 喝道 季觉休走 啼湖灌顶 天降佛光 轰在一尊 女狮王的脑门灌注下去 那女狮王貌美如花 但也在请客间 被灌顶成为一堆枯骨 我服慈悲 妖孽 我看你要躲到哪里去 正法掩藏 寄绝身后 万丈元神 目射佛光 嗡嗡作响 骚尸四面八方 搜寻出一尊 藏匿身形的狮王 不由分说 扑上前去 给我献出原心 网贺 徐应已经习惯 这个年轻僧人的举动 不经意间仰头望去 只见天外似乎有什么东西 像是星辰一样在闪耀发光 季觉 你不要走远 徐应大声喊了一句 忽然身形腾空 越来越高 像天外张望 过了片刻 他来到天穷 终于看到外面的景象 那发光的东西 是一片混沌鲜火 形成的火海 而在火海后面 是一片波澜壮阔的混沌海 那区区火海 在这片混沌海前 简直微不足道 混沌海 你完工彼岸 徐应心头 砰砰乱跳 定了定神 混沌海彼岸 并非指混沌海 而是那片火海 火海下应该有一片大陆 是由无比强大的存在 在混沌海上 生生开辟而出 我的第一室 在那里点燃混沌鲜火 造炼化混沌之气的红炉 便就长生不老药 徐应妖望 只见盈州 再向混沌海飞去 要不了多少天 两者便会靠近 地磁便会形成干扰 化作洪流 连通两界 盈州的位置极为奇特 他的运行轨迹 恐怕也极为奇妙 难道 盈州在不断按照 六大彼岸的路线 在虚空中飘行 徐应不由陷入沉思 盈州的移动轨迹 显然是自己 第一式划定的 自己将这片 仙界大陆放在这里 并非无地方使 一定有着他的意图 主萧等待几日 盈州便可以载着我 接近混沌海的彼岸 徐应目光闪动 他现在只差一座仙界洞天 便可以六觅全开 这座仙界洞天 所蕴藏的仙药 恰恰就是长生仙药 即便是神婆 也没有告诉他 他的第一式 是在哪里参舞出倪丸宫 打造出这座倪丸宫 炼化混沌之气 为长生仙药 或许 他可以从混沌彼岸的 倪丸宫中 寻到这方面的线索 徐应收回目光 正要去寻找寄绝佛子 突然心有所感 扭头望向远处 那里是一片 漂浮在天空中的仙山 仙山上乌射俨然 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 徐应心中微动 急忙飞升而去 不过片刻 便来到那座仙山上 怀揣着激动的心情 向那山上的乌射走去 一股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 许家平 这里的街道 街道的两旁 每一栋屋舍 都是按照许家平来设计的 几乎没有半点误差 当年的他 在这里重建了一座许家平 用来怀念故乡 徐应眼前 一幕幕第一式的景象 浮现出来 街道上人来人往 都是他曾经熟悉的面孔 有的停下来换他小硬 有的向他打着招呼 他看到年幼的自己 在人群中欢闹 与小伙伴一起疯跑 看到自己调皮的爬到墙上 在屋檐上飞奔 不要摔到了 娘亲的声音传来 徐应心头疑产 回头看去 看到那个年轻的女子 如同沉烟般 从自己的身体里穿过 徐应无力的靠在墙边 正正的看着娘亲 在街道上跑动 张开双臂 唯恐自己从屋檐上跌下来 摔不死的 她在身边 父亲的声音传来 徐应看向那个年轻的 私塾先生 那时候她的父亲 笑呵呵的站在门前 忽然 父亲 娘亲如同烟尘般散去 更多的关于许家平的记忆 涌上心头 那是她更小时候的记忆 父亲按着她的头 用力的给她洗脸的情形 还有她和小伙伴 偷偷溜出去钓鱼的情形 还有她和一群小伙伴 因为掏了青鸾的鸟窝 被青鸾按在鸟窝里 等待家长来赎回的情形 徐应走在这条熟悉 而又陌生的街道上 脸上挂着笑容 心中一片宁静 她走到许家平的尽头 抬头看向前方 那里有一片府邸 徐应走上前去 进入府邸中 这里空无一人 徐应随意行走 私下打量 心中默默说道 第一世的我 曾经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吗 这里摆满了书籍 到处都是书架 应该是第一世的 她搜寻到的各种典籍 徐应随手抽出一本 是古老时代的法门 叫做太上洞渊玄宫 说来也怪 她只是看到书籍的名字 自然而然便记起了书中内容 她又捡起了一本 书上记载的 是根据北阴大地的天道 而开创的功法 叫做北阴伏魔神轴 徐应脑海中 顿时有关于 北阴伏魔神轴的各种记忆涌来 自然而然的便掌握了 这门典籍中的功法神通 她每拿起一本书 便唤起一段封印中的记忆 不知不觉间 书看的越来越多 她觉醒的第一世的 道法神通也越来越多 她逐一看去 不觉忘记时间 沉浸在 唤醒第一世的记忆之中 仙姐 帝君的大弟子 仙王江中福 脸色顿便 只见他面前的神龛上 一个又一个仙道符文 相继熄灭 大师不好 她匆匆来到帝君府邸 求见帝君 告知此事 许应要从十六字封印中脱困了吗 帝君惊讶 起身来看那十六字符文 只见符文已经灭去了十一个 还是剩下五个符文 无妨 我以备好手段 祭普提会替我除掉他 当时唯一的圣佛 足以炼化镇压一切消消 许应来到书房 这里放着的书籍 却是他幼年读书时的那些书 他抚摸着这些书籍 童年的记忆潮水般涌来 这时 许应看到一卷书上的文字 字迹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 这是父亲的字迹 但是 他突然正住 急忙抓起这卷书 书上的字迹很是新鲜 并没有存放几万年的古老感 书上的文字 是前不久有人写下的 许应心头 砰砰乱跳 突然冲出这座府邸 看向辽阔乌边的 盈州群山 这座盈州 是他为父亲 从仙界到处的仙山 他的父亲 应该活在盈州之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择日飞升 由头驼渊和一大群 配音小伙伴联合制作 大家都说 这本书听不懂 听不懂就硬听 硬听还不懂 就再听一遍 谢谢 第八百六十五集 八字大咒 盈州的巍巍群山中 寄绝佛子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还在默默等候许应 低声说道 安英施主让我不要走远 他走到哪里去了 大慈大背首 他一掌轰出 远处地动山摇 一具仙尸 被他大慈大背首轰杀 贤姐 帝君看着锦村的五个符文 不紧不慢 忠佛 你知道吗 两种仙道封印叠加在一起 都只能发挥出七八成的封印威力 当其中一种封印被消磨殆尽时 另一种封印的威力 便会逐渐显现 江中府文言顿时明白他的意思 立刻转头看向另一个神龛 那个神龛中烟气鸟鸟 飘荡着另外八个字 慌伤历哀 暴虐避昏 帝君看着这八个字悠然说道 如今 轮到这八个字 发挥最大效力了 一个人慌伤历哀 暴虐避昏 那么他就会犯错 就会距离死亡 不远了 江中府心悦成福 徐印站在仙山上 新潮激荡澎湃 那自己是他父亲的自己 他的父亲还活着 他不是孤儿 当年的他一定是寻到了父亲 于是从仙界道出营州 把营州放在这个地方 让父亲可以平安的生活在此 等一下 父亲在这里 平南天军带着尸鬼仙玉也来到这里 他们四处搜寻宁清公子下落 若是危及到父亲的性命 徐印额头冷汗滚滚 脸色阴晴不定 杀心抖气 父亲一直生活在这里 却突然离开 一定是这些人惊扰到我父亲的安宁 吓得他不得不躲藏 这些人该死 他抬手抓起佛祖佛珠 不由分说将佛珠记起 佛珠腾空越来越大 笼罩范围越来越广 此宝乃是佛祖既练过的法宝 拥有不可思议之威能 不仅能救人 也能练去一切 挟起腰分 寄绝佛子仰头看去 只见一座仙山上 108颗佛珠越来越大 形成遗传圆环 笼罩范围越来越广 请客间便如同108颗星球 漂浮在营州上方 笼罩天空大地不知多少万里 安宁施主 是我佛门有缘人 寄绝佛子心中赞叹 露出笑容 这佛珠显然是来自他的老师 佛祖所练的佛珠 徐应得此佛珠 应该便是佛祖选定的有缘人 当驻佛门东山在一起 佛法兴生 阿应施主心地善良 一看便只是大善人 他刚想到这里 突然那佛珠中蕴藏的佛祖烙印 被徐应悉数激发 顿时佛音浩荡 佛光普照 柯柯佛珠如同赤烈无比的太阳 108颗佛珠便似108颗散发着佛光的太阳挂在天空 光芒照耀之下 无论仙师躲在何处 通通都如冰雪暴露在焦阳之下 发出阵阵惨叫 血肉消融化作枯骨 即便是那些修为强大的 如先王之师 先王之鬼 面对如此强大的佛门之宝 也难以支撑多久 冀绝佛子立刻觉察出有些不对 这佛珠虽然佛法昌盛 奥妙高深 但竟然充满了戾气 此戾气不是出自佛珠 而是来自佛珠的主人 在佛珠的笼罩下 即便是冀绝佛子 也只觉那诸中佛光 竟似要将自己炼化一般 安音师储的状态 好像有些不对 远处 金河建军不由皱眉 他也觉察到佛珠中传来的戾气 竟要将他也镇压炼化 他气息震道 剑气切开佛光 低声说 那个拥有无上剑气的年轻人 情况有些不对劲 自他这等强大剑气 怎么会被人影响到心 与此同时 还有许多仙师纷纷纵身飞去 试图逃离佛珠的笼罩 然而那佛珠就是他们天然的克星 他们刚刚飞起 便被佛光炼化 一身血肉消融化作枯骨 突然 一尊师君顶着佛珠光芒的炼化 冲上天空 一拳接着一拳 向那些佛珠轰去 将一颗颗佛珠打得向上飘去 佛光散乱 许应冷哼一声 身形平平垮出 几乎是一步之间 便来到那师君面前 副手一掌盖下 五岳仙山压来 让那师君身形稍稍稍质色 那师君失气滔天 周身仙家道场 悼链旋转飞舞 将五岳仙山抵住 让仙山无法落下 但下一刻 一百零八颗佛珠飞速缩小 许应左手持佛珠 悍然杀来 侵入他的道场之中 那师君怒吼 吼声如雷 愤怒异常 一个小小的炼气势 哪怕他是许应 也不可小视仙君 哪怕只是一个死掉的仙君 颗颗佛珠荡开悼链 佛珠在许应手中围绕他飞舞 美丽佛珠虽小 但是苛刻重于星辰 将那些道链撞得四下散去 护送着许应杀入道场 那师君一身失气 皆被佛光所镇压 许应如同一尊愤怒佛陀 与那师君近身一搏 各种神通在两人之间爆开 许应尽管经过造化之气的肉身重练 但也比不上先君的师身 近战交锋 只能仗着那佛珠的威力与之对抗 突然 许应头顶倾气冲出 化作三个许应 也是各自手持佛珠连美杀赖 许应则身躯后退 让三大天地元神挡住那尊师君 那师君强横无匹 硬扛着佛珠的打击 砰砰砰的三声巨响 将三个许应打爆 但就在此时水火混天顶飞出 水火并济将它收入顶中 许应抓起佛珠砸入顶中 催动佛珠威能 那顶中师君剧烈冲撞 强横无匹的战力 几乎将水火混天顶砸得裂开 顶壁上浮现出一道道掌印 一条条裂痕 此宝乃是天道之宝 蕴藏圆满的三千天道符文 又有四万年香火铸炼 再加上许应以造化之气重练 威力之强 哪怕天道世界的一切天道神器 一起上也未必能超越此顶 但顶中那师君竟然险些将这天道质宝 轰穿 举应全力催动佛珠 那顶中师君虽然强横无比 却还是被佛珠克制 被他生生炼死 这尊师君刚死 佛珠便从顶中飞出 依旧挂在空中 还是那般庞大 所笼罩之地 一切现实皆被炼化 许应炼死这尊师君 因为一气化三清被破 元气大损 元神受伤 浑浑噩噩 但还是尽可能催动佛珠 向其他地方飞去 本期故事已经讲完了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 请给我们五星好评 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谢谢 第八百六十六集 八字大咒 阿易施主 你状态有些不对 寄绝佛子凌空飞来 高声说道 你 像是被某种邪法影响了 倘若你在遇境地 必死无疑 徐映早已杀红了眼 只觉自己将父亲藏在营州之中 若是被进入此地的人伤到父亲 自己必将悔恨终生 他哪里还顾及许多 只恨不得杀光所有进入营州之人 寄绝佛子的话 也没有听到心里喝到 你走开 寄绝佛子 忽觉压力陡增 那串佛珠中的一颗镜向他压来 让他难以喘息 他催动佛门正法 身后万丈大佛浮显 拖起压下的佛珠 寄绝佛子顶着佛珠的压力腾空而起 大声说道 阿易施主 我有佛祖所传功法 可以帮你化解这种邪法 无相 无作 他大喝一声 佛阴震笼发魁 直击心灵 冲击许应的道心深处 试图帮他解开 慌伤历哀暴虐避婚的八字封印 绪颖突然转身 胸向毕露 我救你离开黑暗时空 你不思回报 也要与我作对不是 他反手一饮盖落 赫然便是老君的八卦炉 坠入凡间 化作八荒炼日炉 如同一片无量火海 带着熊熊火力 向寄绝佛子压下 反海无边 寄绝佛子大喝 衣袖震动 迎上八荒炼日炉 佛道两家神通碰撞 恐怖的渔波呼啸席卷 四面八方 向天空甚至切开一线 好在此地是盈州 乃仙界的一部分 天地坚固 若是在下界 只怕便是毁天灭地 般的大灾难 寄绝佛子被震的气血 浮动心中一惊 阿英施主 被那施君重伤的情况下 还能有如此强横的战力 停胜时期 只怕比我不弱 舍身 他身形一纵 从八荒炼日炉的火海中 穿出 留下一具具佛身 留在火海中 替自己受死 而他则来到许应附近 然而迎面而来的便是万道 拒灭般的死器 击得寄绝佛子 不得不到飞而去 避开死器重击 那是诸仙剑气 饶他是佛祖弟子 得到佛祖真传 又得诸佛相守 面对诸仙剑气 也不得不退避 若不退避 只怕就算自己佛法再高 也难逃一死 我若是无法近身 并无法帮他化解那种 荒利暴虐之气 寄绝佛子心中大势着急 瞥见佛祖的佛珠心想着 世尊在上 请将这佛珠赠予弟子一用 那串佛珠突然动荡了一下 寄绝佛子心中一喜 突然佛珠便没了动静 他却不知 这佛珠曾经在归道御盘中 被化作先天一气 后来 虽然经过许应复原 将佛祖烙印也复原了 但是里面也被许应盖满了正字 烙印了一遍又一遍 当然 许应的烙印肯定比不上佛祖 但佛祖远在天边 许应近在咫尺 就算是佛祖也对这串佛珠 无可奈何 寄绝佛子杀到许应进前 但还未来得及近身 便先被佛珠镇压 后背许应攻击 打得着实辛苦 突然一道剑光袭来 又如金色长河 汹涌澎湃 将一颗颗佛珠压制 许应用力抖动佛珠 一百零八颗佛珠散开 颗颗大如星球 荡开金色长河 荡碎无数剑气冷笑道 金河剑军 你也要与我作对 金河剑军陡然出现 一手握住金河剑 惊叹于佛珠的威力 随手一剑便将佛珠荡开 你明明有无上剑意 为何还会被封住心灵 影响心智 何不用剑气破支 他手中剑光炸开 化作微微剑欲道场 亿万仙剑剑气汇聚成洪流 上下左右穿插 将四面八方袭来的一颗颗佛珠挡下 金河剑军迈步走来 来到徐应面前 你用你的无上剑气攻击我 我来教你如何破解敌人的暗算 他的剑意汹涌而来 涌向徐应 刺激的徐应愤然怒吼 激起诸仙剑气 刺向金河剑军 金河剑军鼓荡剑域到场 倒提金河剑错身避开 诸仙剑气的遗产 将手中金河剑与诸仙剑气相容 那诸仙剑气 虽被他道场压制了那么一瞬 但剑中的绝世杀意冲击而来 饶使金河剑军乃是仙界剑道第一人 也被刺激的元神动摇 剑心受损 他手中的金河剑 也被压制的发出轻微的炸裂声 这是仙气无法承受大盗 将要破灭的征兆 金河剑军强行压制住撒手的冲动 运剑成云 一剑刺出 锋利的剑芒点在许应眉心 仙界 仙王江中府的府邸 帝君看着神龛中的八子 唯唯一笑 正欲起身 突然八子之中 笔昏炸裂 一道无双的剑意从那两个字中破壳而出 下一刻便来到帝君的眉心 帝君脸上笑容凝固 飞身后退 随即身形侧开 那无上杀意形成的剑气 擦着他的身体笔枝切下 雄魂的剑气裂开先王府邸 将门户连同家中的几个仙人一起劈开 那澎湃的剑气劈开先王府邸 长达百余里的剑光 嗡的一声斩落 切入仙庭 劈开几座仙殿 只听 哗啦哗啦的倒夫声传来 那剑气所过之处 一切草木皆碎 仙家宫却大殿倒服 帝君面色铁青 走出先王府邸 只见自己的先武功 也被剑气劈开 大门搁之作响 须须向两旁倒下 这等本事 非许应所能有 定是领悟了无上剑道之人助的 给我一个下马威 帝君面色愈发阴沉 天底下有这等本事的 只有一人 金河剑军 你穿的小鞋还不够多吗 居然敢招惹我 这仙剑 你别想回来了 第八百六十七集 剑军九要 帝君返回去看神刊 只见神刊中 只剩下六个字 另外一个神刊中 也只剩下了五个字 二十四字封印 如今大半已被破去 就在此时 慌伤力哀暴虐 这六个仙道符文 也仿佛在风雨中摇晃 随时可能熄灭的样子 显然贼子忧不死心 试图破开这六个 六个仙道符文 帝君心神紧张 询问大弟子江中府 远军家的御护真人死了没有 是否回到仙剑 上次于川公子追杀他 被他逃脱 应该还未到仙剑 帝君 需要弟子出马 将他斩杀吗 帝君脸色阴晴不定 摇了摇头 许应不知用什么手段 破了我这些仙道符文 其人道行越来越高深 我荒其智 破其心 需要在这几个仙道符文之间 加个银子 万恶银为首 只要他荒银了 这一生便废了 据我所知 玉湖真人破为荒银 应该惊言此道 江中府面色古怪 不敢说话 奇怪 金河建军这个凡骨仔 可破闭婚 但这几个字 是谁在帮的 帝君皱眉 迎皱 许应身边 拒绝佛子全力催动佛法 一道道佛光 加持许应 佛光绕体 上下流转 他双手画圈 佛光化作一个圆环 挂在许应脑后 配合着许应身上的 天魔至尊的衣裳 倒也颇有几分 一意正一意邪的感觉 拒绝佛子 微微皱眉 安音施主 你身上的诅咒 小僧只能帮你压制 无法将它破改 施咒之人的修为和道行都很高 超越了我的见识 许应从刚才失控的状态中醒来 这才察觉到自己的不对劲之处 心中悚然 是才他心神大乱 以至于与尸君那样的存在火拼 虽然将对方炼杀 但也因此受伤受损 尤其是自己的法宝 水火混天顶 磁宝乃是自己第一室的交练 其境界所化 险些被那失君打得报废 换作从前 自己绝对不会如此莽撞 但是这次不知为何 突然便不受控制的 想要除掉一切入侵营州的人 这大概就是暴力闭昏 失了神志 帝君的封印和诅咒 令人防不胜防 许应心中凛然 向冀绝佛子和金河建军 攻身成血 两人还礼 冀绝佛子说道 不敢 只是我的佛法并不十分精深 克制不住那大咒多久 便须得重新施展佛法 再度压制 我观阿应施主的那串佛珠 仿佛有着我师尊的气息 此宝原本能压制住那种咒法 只是不知何故 就连佛祖也无法催动这串佛珠 这才导致咒法入侵 控制你的神志 徐印恶然低声说 难道是我技巧之心太过的缘故 这串佛珠是道远法师送给他 本意便是让他经常佩戴 用来对抗祭菩提 其中藏有佛门因果 道远法师将词宝给他时 言语中暗直 倘若自己身遭不测 世间无人能对付祭菩提 那么这个责任便只能落在 手持佛珠的徐印身上 徐印自那之后 虽然把佛珠佩戴在身上 但也深知佛珠是个麻烦 只是 祭菩提的确与自己有仇怨 不得不收 但他也借归到玉盘 把佛珠化去的时机 重练佛珠 把自己的烙印 打了一重又一重 与佛祖烙印分庭抗礼 只是没想到 自己的烙印将佛祖烙印压过 以至于佛珠未能帮助自己 对抗八字大咒 金河建军言语锋利 有如剑芒 你有如此剑法 又何须用什么法宝 来帮助自己抵御咒法 只先以你无上剑气建议 破去便是 许应面色肃然攻身说道 多谢建军指点 只是惭愧 我虽然参悟出诸仙剑意 但对于剑道 还是不怎么精通 金河建军契机而笑 那诸仙剑意纵横百合 浮万道斩神仙灭天地 诸众生 大有无法不破 无道不斩的霸道 这还叫对剑道不怎么精通 金河建军冷笑 你老师是哪一个 他能把你的剑道 交道这种程度 一定非同小可 怎么居然连剑道 破进破咒的法门都不交 我倒要看看 他是哪个糊涂蛋 许应迟疑了一下试探 剑军 你看到我的剑术 难道没有熟悉的感觉吗 金河建军眨眨眼睛 隐隐有一种不妙的感觉 他虽然聪明 却是个老实人 虽然明知不妙 但还是强忍着没有逃跑 心想着 难道我是那个糊涂蛋 我剑法启蒙是袁天刚 从他的建议中领悟出基础的剑法 之后剑法真正入门 是因为我受过剑军的恩惠 金河建军忍住逃跑的冲动 我何时给过你恩惠 许应巨气围剑施展剑道归真诀 将剑道归真四字剑意逐一施展开来 剑道归真诀中藏着四个剑道符文 每个符文都蕴藏着极为高深的剑礼 当年蜀山剑门的祖师便是发现这块绝壁上的剑诀 领悟出无上剑法 开创剑门杜劫飞升 许应也是在剑门得到这门剑决 从那之后剑道修为突飞猛进 他后来在祖庭碧游宫参悟出诸仙剑意 领悟出暴残守缺的道理 也是靠着剑道归真诀的底子 当初他不知道剑道归真诀的开创者是谁 但是明海丰都山营救北阴大地时 却看到插在北阴大地胸口的剑气残影 那剑气残影将北帝钉死在玉冠里 许应就是从残影中认出杀北帝之人 便是绝必留下剑绝之人 再到前不久 他与北帝来到古老明海 那剑气残影的正主金河剑问世 尽管是掌握在万神雷斯先王苏景延之手 却还是杀的北帝极为狼狈 徐应那时才知道 剑道归真诀是传自金河剑军 金河剑军见到他施展出剑道归真诀 神态有些惊讶 脑海中有一个声音警告自己 跑 你现在快跑还来得及 否则他认你为师 你便是反贼的老师 他的双足却还是像剑一样 扎在地上温丝不动 干干巴巴的 我在下界留下剑术 应该是在元寿世界 你出身自元寿世界 徐应点头 金河剑军觉得自己不应该如此正直 有时候弯一下 有时候舍掉脸皮撒腿就跑 绝对可以改变命运 可是他若是真肯膝盖弯一下 真肯厚下脸皮 也不至于被发落到微虚 看守分场了 第868集 剑军酒药 金河剑军还是老老实实地 道出前因后果 当年我奉命下界 潜伏在元寿世界 等候仙界同僚 一起杀入明海 决战北印大地 在此期间 我在鼠山一时间有所感悟 创出一套归真剑法 随手就刻在了石壁上 没想到被你学了去 他眼巴巴地看着许应 唯恐许应叫出一声师父来 倘若许应叫了 他便是反贼之师 这辈子休想再回到仙界 当年仙界为了对付 阴间四巨头中的北地 由三大仙君率领仙界和天道世界强者 闯入阴间 围困丰都山 其中实力最强的便是金河剑军 那时 罗锋六天宫的其他五位府军 就是看到三大仙君围困丰都山的恐怖情形 这才不敢营救逃命了事 北阴大帝最终死在金河剑军之手 金河剑军杀他之后 却也将他后葬没有朴师 我斩杀北地后 没有寸功 上头说我惊吓了阴间鬼魂 于是隔职插办 金河剑军眼角抖了抖 后来 还是天尊为我说情 留着我的修为 将我发配到了为虚 惊吓阴魂 这是什么罪名 徐映错愕万分询问道 那么其他两位仙君呢 你是说梁月 尹玉两位仙君 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听闻他们也在下界 罪名也是惊吓阴魂 当年立功的人 能够拿到的功劳不多 尹玉仙君 应该在原始世界做看守 梁月仙君的后台倒了 他沦落到何处 我便不知道了 他说到这里 面色不由岸然 当年丰都一战 立下赫赫战功的三大仙君 居然没有一个好下场 冀绝佛子突然惊讶 两位施主 我盘算了一下 你们二人还是师徒关系呢 金河建军脸色断变 是道友 我只是无意中在崖壁上 刻下一套剑局而已 许道友无意看到 从中有所收获 是他福源深厚 我并未刻意传他 徐映察言观色 也知道他的顾虑 是道友 金河建军输了口气 他在仙界有个绰号 叫做小鞋建军 意思是他太刚正不阿 导致经常穿小鞋 倘若再惹上徐映这层关系 那么小鞋便再也脱不下来了 毕竟 自己只是因为正直而被贬 徐映却是脱脱的反贼 我除了学习剑军的剑道 归真诀之外 第一事实 也领悟出不凡的剑道神通 我在祖庭遭遇诸仙残剑 终于悟出那无上剑意 至于剑术剑道 我从未真正学过 原来如此 金河建军恍然大悟 迟出了一下 你未曾系统地学习过剑道 便能有此番造诣 主实了不起 你我不如便在此地交流几日 你意想如何 你我交流之后 你自然便知道 该如何运用剑道 对抗咒法 他来到营州的目的是 为了镇压平南天军 这是他的职责 只是平南天军修为实力大增 以他如今的实力 已经不是平南天军的对手 他心中默默想着 我这身本事若是能有一波传人 就算战死也了无遗憾 徐英迟疑了一下 我父亲有可能藏身在营州 你誓才记起佛诸 大闹营州 他若是藏身营州之中 肯定会有所察觉 自然会来寻你 若是他不在营州 你去寻 你寻不到他 徐英想了想 的确是这个道理 他们又回到许家平 金河剑军斩断一根树枝 削成木剑 一把给徐英 一把留给自己 你虽然从剑术大家的建议中 领悟出了不凡的剑术 但真正要掌握剑道 还需要从头学起 所谓剑 是君子之气 是手的延伸 他如同一个武者 持剑而武 将剑招的基础招式 逐一施展出来 若是成就剑先之剑 先成就凡人之剑 从凡人开始修行 他抖剑 点剑 云剑 绷剑 各种凡人武者的招式 极为标准 颇有凡人大宗师的气感 声音清晰地传入徐英耳中 凡人之剑 敌要采气 剑采五月之气 炼气培元 武器朝圆入剑中 二要扣关 剑如君子 亦有三关 第一关曰厄 如人体尾驴玄关 通此之关 剑由心变化 随意所指 三要教练 水火教练 以剑为炉顶 水火练剑 练就剑中金丹 明曰剑完 剑完一出 飞天遁地 无物不破 四要二扣关 扣终极玄关 如人体夹极玄关 通此玄关 得剑中奥妙 炼就剑心 刚正不合 剑心通透 武药炼剑之元神 如人十二重楼 从采气到飞升 共有九部 金河剑军称之为九要 徐英欠缺的便是基础 这一生所学 要么是破译的某卷 先加功法 要么是自己领悟 或者便是 觉醒第一世的记忆 他从未有过老师 忠爷原期 没有一个适合做老师 都是逮着他大肯特肯 金河剑军沿着九要 教导下去 徐英按照金河剑军 所传的剑法修炼 顿时领悟出剑法的 种种奥妙 从前所不曾想过的 从前所误解的 一一豁然开朗 短短两天时间 徐英的剑道造诣 便突飞蒙进 诚如金河剑军所说 他从前根基不稳 虽然修德无上建议 但不能领悟出 剑道的运用之妙 现在他跟着金河剑军 修行了两日 他便察觉到了 剑道的更多妙用 甚至连运用剑道 去破帝君封印 也有了运用之法 金河剑军 虽然名义上是 传授他基础的剑术 但实则将剑道的修行 从采气到飞升 讲解了一遍 两日后他讲解完毕 便欲起身离去 徐英连忙说 剑军何不再多留两日 我将那招诸仙剑气 传授给你 金河剑军摇头 那无上杀意 我学不会 修此剑意 须有不坏之身 不灭之身 我没有修炼过挪法 这一世 也不可能再去从头修炼 徐道友 就此别过 他转身离去 消失在清明之中 徐英目送他远去 怅然若失 突然 徐英凶利之气 剑起 嘴角动了动 恶狠狠地说道 千军和我爹若是 有个三长两短 别杀了这里所有人 埋葬营州 为他们陪葬 寄绝佛子 惊叫一声 慌忙奔来 远远地画了一圈佛光 先带在徐英脑后 帮他压制帝君的 六字大咒 一不留神 佛光便灭了 还好我没有走远 善哉 善哉 寄绝心有余悸 第869集 天海 戒碑 寄绝佛子紧紧地 跟着徐英 不敢再放松 心想着 我是才放松了 那么一会儿 差点别放出一个要蔑视的大魔头 刚才徐英险些被帝君大咒影响心智 不过 有了他的佛法相助 现在已经冷静下来 言行举止都很是得体 多亏元妻多年教导之功 徐英留在许家平练剑 几日之后 便修成剑道金丹 练成剑丸 又过几日 修成剑心通透 他专心致志 尝试着突破剑道元神 修成剑道元神之后 他便可以尝试着破解帝君大咒了 天空中 那混沌海距离营州越来越近 营州尽管无比庞大 但相对那浩瀚无银的混沌海 还是太渺小了 当营州向混沌海飞去时 哪怕是寄绝佛子也心惊肉跳 有一种飞蛾扑火的感觉 金河建军 你真是阴魂不散 营州边缘 一片波澜壮阔的大海映入眼帘 只是海面突然断去 像是被什么东西截断 但是古怪的是 却有浪涛从截断处涌来 这幅景象便仿佛截断的是时空 但是营州外的大海依旧未曾截断 海浪从另一个时空中的海面上 传递到这里 形成层层波涛 涌向海岸 海岸边 平南天军不禁动怒 望着追来的金河建军 我等忠义之士 为仙界出生入死 死后不得荣归故里 却要被镇压在围须 成为孤魂野鬼 就算是我们死了 仙界也还要英权来绞杀我们 金河建军脉步上前 陈生说道 直走所在 义无反共 天军见谅 今时无论如何 我都要将你们押回围须 平南天军气息滔天 顿时湿气弥满 形成厚重的海雾 让他只剩下迷雾中的阴影 金河建军 你这是自寻死路 怪不得我了 他道场铺开 迷雾瞬间将金河建军笼罩 平南天军 拔起墓障亲自出击 他先前与金河建军交锋 向来只动用墓障 以墓障的变化来对抗金河建 但是现在动了真怒 要亲自将金河建军割杀 他身上插满了利剑 那时他在祖庭之战中 被祖庭的真武剑所伤 身上的利剑 都是真武冠的祖庭先神所留 这些利剑对他很是不利 随时会成为金河建军操控的利器 但他的修为 经过归道御盘的恢复 已经远超金河建军 这一战他无论如何都要将金河建军斩杀 永远的解决这个后患 一尊尊先王先军之师 带着万千人先地先天先 纷纷飞离两人之战的海域 各自漂浮在空中 关注着这一战 金河建军和平南天军太强 根本没有他们插手的份 迷雾重重 锁住一切视线 只能隐约看到两个巨大阴影 在迷雾中飞来断去 剑光和红毛在偶然间会冲破迷雾 剑光裂开海面 红毛像是触手扎入虚空 迷雾中的两大强横存在越打越快 剑道的威力越来越强 然而金河建军越强便越是危险 因为平南天军的反击也是越强 突然蒸蒸的暴响不绝 平南天军身上那一口口仙剑 纷纷离体飞出 被金河建军掌控 化作剑的洪流 金河建军催动自己领悟出的无上剑道 爆喝一声 剑指向前刺出 顿时晚前仙剑形成的洪流化作剑体 迎着平南天军呼啸刺去 这是他最强的一剑 他的剑心剑道 元神气血等等一切 都融入到这无双之剑中 务必要以此剑将平南天军重创 将他带回围须 继续镇压 平南天军因为身死盗销 执念重聚大道 道法参缺 不如生前 但是即便如此 修为也远胜金河建军 他也知道只要扛过金河建军这一招 金河建军便会圣极而衰 当即鼓荡所有修为 双手向前推出 身后无数红色尸毛飞舞 在身前穿插交错 请客间 无数红色尸毛便在他身前结成一个巨大的红色尸茧 碰碰碰碰的 无数仙剑形成的巨剑刺来 一口口真武冠的仙剑竟然砰砰断裂 但那尸茧也被激荡的剑威刺穿 巨剑刺入平南天军的道场 与道链碰撞 一口口真武冠仙剑在激荡中化作积焚 但巨剑蕴藏的巨大威能 还是不断刺入平南天军道场 剑威不可一世 与平南天军的距离飞速拉近 平南天军身前 木杖呼啸声掌 支支叉叉向巨剑迎去 这木杖乃是他的法宝 名叫求天杖 此杖记起 万千支插弥漫 顷刻间便可以将一个世界的天空完全封闭 因此有求天之名 平南天军死在真武冠仪战中 此杖也因此被毁 只剩下一半 但与金河剑军这次碰撞 依旧迸发出恐怖威能 金河剑军这一剑爆发到极致 恐怖的剑威甚至压过求天掌 压得平南天军那巨大的身体 沿着海面向后划去 啪啪啪啪的 巨剑中一众仙剑不断炸开 求天掌的万千支条也不断破碎 金河剑军头顶竖发金冠啪的一声破碎 长发飘扬如剑飞舞 而大叫一声 倾尽一切力量把金河剑向前推去 哄的一声 巨剑向前碾压 万千真武冠仙剑遭遇巨大的阻力 劈里啪啦爆碎 与这些仙剑一起破碎的还有求天掌 这跟木杖经历了祖廷之战和真武冠的战役 长久以来一直跟着平南天军 平南天军以自己尸气温养磁宝 本想让他恢复巅峰 不曾想竟然断在这里 金河剑从无数破碎的仙剑之中穿过 流光一般 趁此良机刺向平南天军 清月的撞击一声传来 金河剑撞在平南天军的手掌上 平南天军左手叠右手 奋力向前推去 身形被金河剑的可怕剑威压迫的 贴着海面不断滑行 只听咚的一声 他的身躯猛然断住 却是后背撞在海面上的一块巨型山石上 但他也借此机会将金河剑完全接下 金河剑军纵身越来 手掌抓住剑柄奋力向前刺去 然而他的对面 平南天军却露出笑容 因为他感觉到从金河剑中传来的力量 在飞速衰落 金河剑军已经施展出他最强一击 还是未能将他重创或者斩杀 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第八百七十集 天海戒碑 平南天军微微一笑 金河 你已经丧失了最后的生存机会 这里是何处 他突然脸色大变 急忙环顾四周 散去四周失误 只见他们站在一片烟波浩渺的海洋上 大浪涌来 雪白的浪花推着海水向前翻涌 然后海面和浪花一起消失 消失的地方是一片断崖 极为平整的断崖 断崖的另一端是无银虚空 一眼望不到尽头 平南天军心中一惊 刚才他接下金河剑军那惊事已简 身形被推得不断向后滑去 竟在不知不觉间 两人穿过那片神秘的断海 进入断海的另一端 而那断海另一端 在另一个时空 根本不在营州 他与那些战死的将士们终于分开 这里啊 一个声音突然从他们头顶传来 平南天军急忙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瘦长的身影 站在他身后的那块 出力在大海之中的高大石碑上 平南天军心头大震 以他的修为 竟不知那瘦长身影何时出现的 金河剑军趁机抽回金河剑 也抬头向那瘦长身影看去 竹剑那人文文静静 看似三四十岁 像是一个饱读经书的书生 但却两鬓斑白 似乎经历了许多悲欢世事 那鬓角斑白的书生目光温软 看着两人声音温和却有力 这里是天海地仙界 天海地仙界 金河剑军和平南天军各自茫然 均不知地仙界是什么世界 不过下一刻 他们看到那书生脚下的巨型石碑 石碑一段落入海中 还有百石杖出力在海面上 那石碑上果然有着几个大字 上面写到天海地仙界的字样 我来到这里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正在研究如何才能回去 那书生站在石碑上 像是在对他们说话 又像是自言自语 我来到这里后才发现 我找不到回去的路 我刚才试过了 天海连接着一个又一个世界 没有一个世界 是连接我来的那个地方 连接一个又一个世界 金河建军和平南天军 脑中轰然异口同声说道 这里不是天海 这里是神秘海 这里不是天海 这里是神秘海 平南天军沉声说 此地名叫神秘海 是连接诸天万界的海洋 那片海洋极为古怪 还可以连接魔狱 那书生纠正他 是祖庭 以前的人不知道 这片海域叫什么 因此叫做神秘海 但这座石碑却说明 这片海域是天海 那么 地仙界又是什么呢 平南天军有些不快 你是教书的吧 说话寻寻善诱 诱导性的问题很多 你若是知道答案 那就快说 那书生露出笑容 被你看出来了 我以为地仙界 其实包括了祖庭 包括诸天万界 其实诸天万界 都是漂浮在地仙界的天海之上 金河建军突然打断他 大声说道 不对 不对 你说得大大不对 哦 那这位兄台 莫非有何高见 高见不敢当 但我们明明从银州的海面来到这里 银州的海与此地的海 是同一片海域 只是被人切割下来 分数不同时空 但银州是从仙界切下来的 你说这里是地仙界 岂不是说仙界 也是地仙界 平南天军身躯大镇 浑身湿气腾腾 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那书生却扶掌笑道 没错 你这话的确是高见 我也想到了 所以仙界 也是地仙界的一部分 平南天军痴痴的说 你这么说 大逆不道 你要杀头的 金河建军只觉天旋地转 连忙稳住自己千锤百练的剑心 结结巴巴 你满口胡言 你 你的意思是说 初天万界 祖庭和仙界 其实是一体的 都是地仙界的一部分 你 你要杀头 那书生看着两人 杀头 当年仙界已经试过一次 但没有成功 两位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三界潮汐将至 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平南天军和金河建军目瞪口呆 两人想到三界潮汐 诸天万界 阴间和仙界相互牵引 又看了看 眼前这座地仙界的界碑 便不由心生恐惧 三界潮汐 一定极为有趣 那书生笑道 说吧 从石碑上跃下 落在海面上 依然向一处海域走去 你别走 金河建军急忙追过去 你到底是何人 平南天军也追赶过去 留下姓名 将来展现台上 有你一席之地 在下许境 就是一个教书的 那书生回头笑了笑 一片浪花打来 他的身形消失不见了 金河建军和平南天军对视一眼 跟着他冲入那朵浪花中 既然我夫这些日子并未来到此地 那么他多半是不在营州 还是说 我夫已经被这贼和尚干掉了 徐英目露凶光 不怀好意地扫向 冀绝佛子低声说道 先把这小和尚脖子扭断 冀绝习以为常 立刻一连串 佛门道法呼上去 徐英很快便恢复如初 我夫藏身营州 那么他只有三个去处 徐英清醒过来 说话也变得很有条理 于是在营州与为虚的 地磁洪流爆发时进入为虚 二是趁着地磁洪流 进入玄黄二气形成的彼岸 三是逆流而上 进入仙界 济觉 见他清醒多了 输了一口气 你觉得 他会走哪一条路 我若是他 我会下界 图谋发展 有兴奋轻的 如果推荐 我讨访 email 邀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